我們看一間242呎的開伙食 這間我自己的心口好理 因為他家裡夠大 他放了一張床 這張床就拉出來 有額外那張床 陪太子讀書 或者陪公主讀書就對了 公主睡在上面 虎媽就睡在下面 都挺辛苦 不過不要緊 一致型的廚房 下面就是洗衣機 這裡就是鐵櫃 功能就齊全了 然後這裡就是浴室 我個人覺得這種浴室是不錯的 至少有足夠空間 還有坐 還有窗 有得透氣 還有他用了鏡面 最特色的這裡 有一個大的平台 在西埔山找這些平台單位很少見 很難得 嘩 棒 還有下面就是扶手電梯 這邊就看回馬路 但是這條街比較靜 沒什麼車聲的 你看到露台 用來燒烤就可以 放一張躺椅 在這裡曬太陽 游得 不過曬得多會黑的 這裡就有一個電視櫃 上面就有些收樓的空間 或者這些可以掛杯架 這裡也可以掛衣服 還有幾個廚藏 入門這邊 入門櫃 下面放鞋 上面掛衣服 都相當好幾樣的設計 這些單位大概400多萬到500多萬 收租就一浪 說可以收到80元到120元的車租 你覺得這些單位有沒有投資價值 歡迎來到我的環節 拜拜 並且進去 慢慢掛衣服